哈喽大家下午好 我是楚莹 那旁边来给我介绍一下 哈喽大家好 我是Raymond 所以我今天开这个live 因为在VE公司遇到Raymond 就是她自己本身 她讲她的妈妈跟老婆 除了iVision有很大的改善 而且是上个月一出 就马上购买一set 给讲你最重要的两个女人 那为什么想跟Raymond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妈妈是有什么的 眼睛的问题 好谢谢楚莹 对了所以在上个月 这个公司一推出这个iVision的时候 我就马上就投资了一set 这个iVision 是给身边最重要的女人 一个是我妈妈 一个是我老婆 这样我妈妈本身 她是在很多很多很多年前 她有做这个cataract 然后这个白内脏的手术 隔眼末 这样做了过后 她那时候是做laser的 这样做了过后 都ok的 可是在几年前 她就开始发现到 有肺蚊症的问题 那个肺蚊症 她就讲 我看她好像有蚊子飞来飞去 然后就越来越严重 然后她就一直complain 然后就被她喊了 然后我们就带她去看 那个眼科的这个专科咯 那么那个医生呢 就跟她讲说 她讲Aunty 你的眼末呢已经是 因为年纪大了 眼末也老化了 所以是没有办法 没有药医 也没有办法去动手术什么东西 这样怎么办啊 她讲 这样你就跟着她一辈子咯 没有药刺的 没有药刺 也没有办法动手术 因为她讲 这个是眼末的老化 整体老化 所以这样怎么办啊 她讲 没有啊 就当做看东西肮脏一点 哈哈哈 就这样哦 然后就 就脱了其实都几年了 应该是有三四年 这样子的问题 都不会好 那直到这个iVision 出来的时候呢 其实我是很兴奋 我第一想到就是 我妈妈不懂她 能不能够改善她的非纹症 这样 就买了过后 就马上给她去尝试了 她试了过后 我很神奇 因为她两边的眼睛 都有非纹症的问题 左边比较严重 右边比较轻微的 她吃了两包过后 然后第二天早上睡醒 她讲 哇眼睛很累哦 很像很想睡觉这样 可是她发现她右边的眼睛 没有这样严重那边的非纹症 竟然不见掉了 她这个非纹症 是每一天都在 就是隐藏着她的 对对对对 她就每一天看东西都有 蚊子飞来飞去哦 然后右边的她讲 这两包过后 就好像是接近是消失了 那左边比较严重的呢 直到现在呢 她其实还会有 不过她讲哦 那个蚊子原本很大字 现在变小字了 Diamond being Simon了 所以看到这个iVision 她的这个效果真的是非常好 那么 所以她现在也是继续的吃 但是我也是鼓励她继续的吃哦 还没有到一个月啦 这样还有的就是我老婆咯 我老婆在2021年的时候 她那时候才在家里 读着这个Master Degree 像读着书 看PaperWork的时候 她突然间 戴着眼镜啊 她都可以Paper Cut Cut到她的眼睛 对 就一个哦 马上就红哦 整个眼睛红到完 然后马上带她去看医生 然后那时候 因为那个眼末 是有割到 但是医生讲 还没有割到内伤 所以就给她自己修复 所以就需要滴那个antibiotic啦 滴那个药水啦 她要滴眼药水 那时候就大概一两个礼拜过后 她自然修复 可是会有疤痕 那个眼末那边会有疤痕 所以医生跟她讲说 每一天都要滴眼药水 不能够让她的眼末干 眼睛不能干 一旦干的话 是anytime都会破裂 所以我们就很担心哦 然后就 可是最担心的东西 还是发生 就那时候我们就上了 Fraser Hill 天气冷了又干 回到来哦 真的是第二天就破裂了 一破 通 然后整个眼睛红到完 又再去看眼科专科 然后也花了很多钱啊 然后又是做了treatment过后呢 OK了咯 然后医生跟她讲说 记得记得记得一定要滴眼药水 可是 拖到今年年头的时候 一月过年前呢 有一次她也是因为 忘记滴眼药水 所以就干 然后又再破裂 又再去hospital 这不是第二次伤害到第三次伤害了 对咯 所以paper card一次 然后再加干破裂两次 总共三次 花了很多钱 然后因为你去看医生 去做treatment过后 你还需要去做follow up 然后还要去做follow up的 所以是花蛮多钱的 那么 在这个 今年年头还是有在破裂嘛 这样 所以当ivision出来的时候 我会想到 听说可以帮助我们 改善这个肝眼症的问题哦 因为她第三次的时候 就是医生跟她讲说 原本每一天要滴眼药水 变成每两个小时 都要滴眼药水 可是她一个小时多 她就已经开始眼睛会干 然后她会开始会不舒服 她就自己要去滴眼药水 对 因为她从以前以前很多年前 她已经开始 带contact lens的时候 她已经发现到 她有这个肝眼症的问题了 可是没有办法 就唯有了滴眼药水罢了嘛 是不是 这样她服用了ivision过务师 第二天她也是觉得很累哦 可是她发现到 她服用了ivision过务师 眼睛竟然没有那么干 原本一个小时多 她就开始眼睛干 然后会不舒服 不舒服长久了过去 就开始会头痛 这样的问题 可是这个ivision过务师 她竟然六个小时 八个小时哦 没有滴眼药水她也没有问题哦 她是 哎 我好像很久没有滴眼药水 她才想到 想到才去拿眼药水来滴 然后我 前天我在问她的时候 她讲哦 其实她也是偶尔 就是时常忘记滴眼药水 她就是记得才滴 所以看到很明显 就是改善了她这个干眼症的问题 对 非常好非常好 我觉得是值得了这个ivision 真的是很好耶 因为 其实这个眼睛我听到了 其实我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 我是说 其实眼睛受损过一次哦 也是很大件事 它不是一次耶 它是第三次 而且每一天其实滴这个眼药水啊 其实也会弄到很 很烦躁 会不会呢 对 其实会啊 因为你很麻烦啊 因为一直要滴眼药水啊 然后你不滴的话 你眼睛又不舒服 然后头痛啦 又会暴躁啦 然后甚至其实啊 就是 割到一次破裂两次过后啊 医生真的是 warning 他讲真的是要特别小心啊 不要搞笑 因为如果再严重再恶化下去的话哦 他anytime可能都会导致严重会忙呢 而且是很容易infection 很容易感染 很容易感染 所以真的是大家哦 真的是如果你在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 真的是要好好的去保养我们的眼睛 而这个ivision哦 它其实在推出一个多月的时间 已经帮助了很多很多眼睛 这个有 真的是很多人都在面对着这个眼睛健康的问题啊 可是一直都是没有很大的改善 那通过ivision真的是 但是最近我也是才接触到其实很多人都在受着这个眼睛健康的问题困扰 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快点快点的去尝试这个ivision 那最后 Raymond你有什么话想要对面前的观众说 嗯 ok 我要讲的是说 我们手脚受伤 我们可以休息 我们可以继续的生活 对吗 可是如果我们眼睛受伤的话哦 其实真的是很难生存下去 不要讲生活 生存都难 你试试看你五分钟 闭上眼睛去驾车看 你五分钟你去做 闭上眼睛做工 看不到东西啊 五分钟完全是黑暗的话 你都已经是很很急了的 对 所以这个眼睛啊 不可以小看它啊 当你发现到有问题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找找寻这个方法 啊 不要等到情况恶化了 你才来着急去看医生 那时候太迟了 趁你现在是轻微的时候 赶快去做调理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真的真的 大家要快点的去 如果想知道更多ivision 欢迎来找Raymond 找我 对啊 给我们很欢迎大家来询问的 ok 那今天的live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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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